這些很小很小的事情 都跟台灣的未來一樣重要 這些很小很小的事 不可能都跟台灣一樣重要 我們平常生活 不剪臉 因為我們會用 當作彼此的樂趣 很黃標耶 我說到最後就是這樣 眼睛很傷 任選之人直播大爆料 黃建維蔡軒彥撲伏齊 打批琴曲 謝銀軒戴墨鏡亢 閃途皱上聲 因為他們兩個出現的時候 我覺得要被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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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抽到到底是不是這樣 哎呦 我眼睛 哎呦 眼睛 很傷 哎呦 真的耶 叫他名啊 就是愛放閃 是不是 嗯 對 職人行劇人選職人照浪者 演員們開直播大聊幕後拍攝去世 戲裡戲外都是夫妻的 黃建瑋和蔡宣燕同狂放閃 讓法科女生都不會掉啦 很相處這樣子 那只要是他們兩個一起出現呢 我就盡量不出現 會有一些刺激的部分 就是會覺得不適 對 有不適感 他們兩個會自成一個世界 然後就開始講一些 他們兩個聽得懂的意義 我不會覺得還好 好像可以 大家有了解就是這個狀況嗎 大家就是默默的放閃的部分 我再看出來你們的 一些小小默契的部分 那大家可能很好奇 兩位是在劇中 賈靜跟芳婷是本色演出嗎 你是 不是 完全不是 我們的個性 都跟角色差滿多 對 我本身在更成熟一點 我沒有很成熟 他是就是 我叫中二 你們兩個 平常生活大概是什麼樣子 我們平常生活 還不潛點 很黃標耶 因為我們會用酷罵 髒話當作彼此的樂趣 小興趣 算是很正常的 有陣子 或者是我也 有一些男生常常對女生做的事情 可能我在家裡就會想要 奇人之刀凡 自己喜歡 樓路經過廚房拍屁股啊 這種 打他屁股啊 打他屁股啊 或者是他上樓梯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後面 刷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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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們是第一次演 影集嗎 對 一起演影集是第一次的 當初怎麼會答應的事情 遊戲來自接啊 我想說應該會滿好玩的吧 也想試試看 對啊 一些正式工作的時間 對 最主要是劇本 對啊 劇本人覺得適合 而且我覺得就是 有一種刻到真正CP的感覺 我記得我那時候 第一天拍在家裡面 然後 好像很多人不知道 工作人員不知道我們是夫妻 對 然後我們就 在聊戲 還有日常的聊天 聊到一個地方 我們就是很自然 都用三字經問候彼此的時候 哇 就聽到旁邊有 舒嬅每個人都這樣 沒有我用 現場原來講的 還滿認真的 逼你XX 或是逼你XX 就是直接 就是會日常的問候 是是方田嗎 對 現在是方田 OK 好 可是這些 很小很小的事情 都跟台灣的未來一樣重要 這些很小很小的事 都跟台灣一樣重要 好可怕喔 好險 好險 感谢观看